晚安 您好 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导 我是方彦迪 今天是大年初四 本土案例新增了25人确诊 其中在高雄就占了12例 而且还经报南台湾第一起的 防疫旅馆群聚感染 就是新北国中生爸爸的感染源 同一间防疫旅馆有5个人确诊 而且其中同一楼层就已经占了4个人 那么国中生爸爸 跟另外一位香港归国的旅客 是先后入住了同一间房间 也都确诊了 另外两人则是住在乡邻的房间 现在高雄是紧急的清空了 整栋防疫旅馆 而且也要召回1月19号 之后入住的所有房客 高雄这间防疫旅馆 一早开始整栋清空入住隔离的房客 穿隔离衣 全身喷酒精消毒 搭上小黄全部转送集中检疫所 因为防疫旅馆经报群居燃衣 这几个个案大概都是属于三楼的 附近这个感染 新北国中生一家三口 终于找到感染源 就在防疫旅馆前后比对发现 同一家防疫旅馆内 三一八号房国中生爸 跟后来入住的 一九一零零先后入住 同一间房间都确诊 仅邻的三一七三二二房客 也染疫 三楼四个人中标 到底是环境污染 通风不良 还是空调互通 引爆旅馆群聚还要查 而专家研判三一七三二二房 两名确诊者 分别在一月十九跟二十一号入住 跟国中生爸入住时间重叠 解隔后确诊 无法确定谁才是源头 只好紧急召回一月十九号后 入住的所有房客 三楼这里二十一个 这个旅客全部都呈现阴性 高雄首度爆发防疫旅馆群聚染疫 全洞清空 一百零五人转移 包含三楼房客 员工以及二十处环境裁检 通透阴性 专家研判空间消毒 不可能面面俱到 恐怕有漏洞 大年初四高雄多十二人确诊 高岗宜兰饭店都有延伸 经营定序暂时是分属两条传播链 但高岗取决案中 出现一名阿嬷被匡列解割后 怀家传染给七岁孙 CT值21.4 男童先确诊增加社区危机 高雄港群聚一波未平 又惊爆防疫旅馆群聚破口 让高雄疫情史上加霜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